但是台北南港过去因为有捷运的关系 又有政府的东区门户计划 很多的豪宅价格也蛮高的 但是现在你来南港看一下 就发现这买期跟价格都不如以往 甚至还有一些高价宅 转手赔售了上千万元 那么有房仲专家就说 这砍价的现象很多 关键还是因为台北市的房屋税天花盘门槛 因为如果你超过8千万 这房屋税可是会翻倍 台北南港豪宅 一间一间盖 但是高价宅赔售记录也很多 像是经贸二路的两侧 就堪称是南港的赔售地雷区 经贸二路豪宅区出现不少代售 出租不调 这里房子真的不好卖 因为转手就叠价 看看这栋民风十一 八楼屋主105年 以8千180万买入 四年后出售就赔掉450万 但赔惨的其实是这户 保全瞻前顾后 看得出隐秘性高 大同喜愿17楼民国99年 屋主当时以9720万购入 109年却只以8400万转手 跌价1320万元 等于赔掉一间房子 将近10台特斯拉车架 专家也点出总价门槛是关键 如果总价超过7千万8千万呢 在贷款的过程当中就会受到贷款金额的限制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是超过这样的价格呢 你的贷款程数不得超过六成 一来一往的情况之下 你可能在自备款的总价价差呢 就会打一千多万 8千万就是买家心中隐形天花板 因为除了贷款程数有差别 房屋税税率也不同 以同栋社区面积300平方公尺 大约100平 路段率200来计算 全年房屋税大约是 三万六千五百七十六元 但如果总价超过8千万 税率会加成 全年房屋税破10万元 比原本高出三倍 另外还有南港过去因为捷运加持 又有政府东区门户计划圈腰 也让房价超车一系之间涨太多 现在买其降温价格不如以往 也让经贸二路惨变 让利一条路